今天晚上在立法院的外圍呢 前來抗議的群眾呢 遠比大家所預期的人數還要多得多 為什麼呢 因為今天呢 是藍白爭議法案搶攻三毒 最關鍵的一天 所以場外的民眾憂心忡忡 再加上呢 這兩天 這個藍白呢 不斷地對外放話 也再度地刺激了 前來抗議的這些群眾 所以就請教學委 藍白今天看起來 還是要強行過關了 真的沒有再怕的嗎 支持度都快掉到10%以下了 我跟你講這個支持度跟這個 這一次國費無法的過關 沒有什麼直接關係啦 今天藍白是鐵了心 我就是要把這些東西過關 過關為什麼 他就是讓你的立法院裡面 不能夠回復之前的瓶頸 而且我講過一件事情 藍白這次為什麼堅持這個 這個法案要通過 他就是告訴你說 接下來賴清德的四年執政 所有法案進到立法院裡面 都是用藍白 攘壓你綠營的方式 就是要讓你賴清德四年執政 不好吃睡啊 哈 可是民生才重要吧 所以我再呼籲很多次 國民黨你這一次為什麼急著這樣過關 對不對 可是正在綠營的角度來看 你看柯建平講的 一定申請示現 都還不刪讀 他為什麼要講一定申請示現 就告訴你 他也絕望了嘛 不可能 可是態度要做出來對不對 所以你看在立法院外面 現在目前聚集了 大概將近一萬人左右 大家就是要抗議 今天雨下這麼大的人 陸陸續續還是有人來抗議嘛 為什麼 他就是告訴你說 我今天就要堅持到底 我就對於這是國會 國會無法的改革有沒有 的修正案 我是不爽的啦 對不對 你不來跟他溝通啊 那可是我之前也預告過 這次的抗議行動 力道絕對不會比太陽花那時候大 差距很大 我都講得很清楚 太陽花當初大家記不記得 他是抗議服貌貨貨的黑箱 因為那個關係到什麼 很多老百姓年輕人的未來 如果大量開放 全部開放之後 很多年輕人的什麼 他的工作形勢 或是形態各方面有沒有 他會缺少很多機會啊 所以那時候跟年輕人是息息相關嘛 那這次為什麼抗議力道沒有當初那麼大 因為國會無法 說真的跟我添高皇帝元 很多一般老百姓會覺得說 我這四人沒跟你立法委員 沒跟你政府機關 沒跟你任何的有關單位有沒有 太高插 我沒跟你做生意啊 我為什麼憑什麼 你要叫我去立法院講話 對不對 大家感受沒有這麼的貼近 所以我再跟你講說 這個抗議力道不夠 不過 大家這次抗議的行動的話 這麼多聚集這麼多人的話 我是覺得你看 包括現在全台的15縣市開始串聯 很多人各地遍地開發 都有人在抗議這件事情 為什麼 他是覺得說立法院是一個講理的地方 不是靠你用舉手表決 就能夠過關法案的啦 所以很多民眾是抗議 是抗議這一點 而且你知道嗎 從昨天晚上到今天 其實我有朋友去現場拍 我是沒有去 我請他們去拍了 因為我去我怕爭議太大 所以那時候去的話 很多人拍給我看的話 這一次果然不大一樣 為什麼抗議的訴求 慢慢慢慢出現說 非綠營的人士 對不對 他這次的組成分子 真的是純粹是在現場抗議的 你就表達出來一件事情 就是說你國民黨跟民眾黨 對於這次國會 無法強行過關的這件事情的話 是真的需要自我檢討 對不對 好啦那不管怎麼樣 現在很多人開始出來講嘛對不對 你看傅崑崎 我是覺得傅崑崎這次爭議很大 為什麼他這次講說你看 綠的出錢包台北一日遊 誇張 我是希望說傅崑崎 你講這句話之前 能不能指出一些例子 就像你之前說 那個民進黨 找中南部的黑道要來傷害立法委員 藍營立法委員 這件事情你還沒有解釋完 你現在又說包遊這件事 我是希望說你能說清楚 講明白 真的把我們吳靜穎這客親阿嬤放在哪裡 對你不要不要對於這種社會群眾表達意見的一種意識形態的運動有沒有 我先講意識形態不一定分藍綠 我先講意識形態就像這個講說 現在很多人不是講說我今天是非藍非綠對不對 我抗議國會改革的 國會無法的那個通過 還有很多事 他們這種也叫做意識形態 非藍非綠也是一種意識形態 所以你不要用意識形態包裝太多事情了 好不管怎麼樣你今天講的這些指控的話我希望你講拿出一個勢力 否則 你就跟一般的網民一樣 你只要抹黑 只要說那些有的沒有 你的個人信用度跟國民黨黨團的信用度會因此會下降 所以為什麼國民黨現在的反感度這麼高 我跟你講傅崑崎跟藍黨團這些幹部 你要負起一些責任 好那這個陳志漢 陳志漢說真的 在那邊鬧 鬧什麼鬧 你今天有看到外面有人鬧嗎 對啊 對不對 我跟你講即使那天你說人家十萬人你笑人家說那有可能十萬我一通電話上百人上百萬人對不對 那你打幾通電話就總統就你幹了嘛對不對 你還蹲在那邊賣東西幹什麼 真的一通電話可以叫一百多萬人叫給我看啊 我跟你講你可以虧人家沒有關係你可以對議題內容表達你的意見 但是你如果這樣虧一通電話一百萬一百多萬人就說你剩20通電話 2028變算了就讓你陳志漢做總統就好了對不對 你是在爭小的對不對 之前說你沒讀書 現在你沒騷拗你寫詩喔 所以很多人就是告訴你說這種很多評論過程之中不要靠那種延遲語言去煽動一些民眾 那黃國昌說 立法冤外的民眾是被綠的假虛擬迷惑 對不對 那我之前就已經強調過嘛 這是藍白就是缺乏溝通嘛 你今天國會無法到底修了什麼東西 訂了什麼東西對不對 你不要講說民進黨他以前說國會改革 民進黨國外改革之後沒有強行表決 你不要講人家說換了位置就換了腦袋 對不對 人家當初沒有強行表決你這是什麼 訂了之後你還給人家強行表決 而且法案還不敢全部公佈上網 公佈給大家看啊怕什麼 我是覺得說這個跟著溝通的過程是你藍白不夠嘛 你今天如果修的法案 訂的法案這麼的優秀的話 這麼好的話 為立法院立下什麼 萬事的那個什麼根基的話 那你為什麼不把法案講出來 一條一條告訴你的老百姓 真的讓大家劈劈一下啊 只是出來跟他說生產工廳會 工廳會觸及的人有多少啦 對不對所以那生產工廳會受什麼路用 我是覺得齁 這個不要只指責別人什麼謊言假訊息 擊倒最好的方法就是你用說服老百姓的方式之後 真相就能夠大白了齁 好你看我剛才講說柯建民有沒有 他也知道說整個大勢已去嘛 所以他現在都已經告訴你都還沒閃讀過 還有15個條文沒有過關嘛對不對 他現在就已經告訴你說一定申請事件 這個我上個禮拜就講過了最後的方法就是視線一途可走 可是你要視線的話你要考慮清楚喔 我昨天也提到你有沒有想到一個方式 因為7月份的話7名大法官的任期到期喔 你現在賴清德總統還要提7名大法官對不對 到時候你不坐下來溝通不跟他們講清楚的話 你這7名大法官到時候要怎麼辦 對不對你藍營如果再用這種表決方式 你送7個過來我就否決7個 全部打掉接下來NCC委員送過來我也是 送幾個我駁回幾個 那你這個方式的話還不是永無寧日 所以講說民進黨現在跟國民黨藍綠兩邊的政權 在這個立法院裡面說請講 接下來這四年將近四年的時間 絕對是煙消位十足啦